哇 來看看有多種 滿滿的蜂蜜 從蜂箱拿出蜂巢 滿滿的蜂蜜全都附著在上頭 結實累累 輕輕一摳 濃稠的蜂蜜迅速流下 一波 一擠壓的話 你看它流的這麼慢 很濃稠很濃稠的 這樣水分就少 水分非常少 算是多 但是我以往去年有一箱 特別多 是把上面的蜜全部割起來 擠壓出來的話 15斤半 進入村蜜的採收期 企圖馬林山區蜂農 忙著採收土蜂蜜 就擔心第一波的梅雨季到來 趕緊將蜂巢放進滾筒 利用離心力將蜂蜜甩出來 像這裡面它槽子片不夠 這個是五天以前放的 五天五錢放 對對對 兩天就把那個 它的那個 槽櫥就做起來了 馬上放蜜 蜜馬上放滿滿的 所以這不到一個禮拜就這樣 沒有不到一個禮拜 就這麼多了 比起往年 今年的土蜂蜜提前半個月採收 因為氣候因素 每一個蜂巢都是結實累累 鳳龍說純度超過75度 加上蜂蜜水分少 才採收第一次 蜂蜜就是去年的一倍 可說是十年來大豐收的一次 它都不流動 它就是已經密度很高 濃度很高 它不會流動 怎麼說 味道怎麼樣 好好酷喔 採收下來的蜂蜜 經過隔水加熱 經過冷卻過濾 還可以製成左手香蜜燭 及舒緩膏 相當實用 這個蜂蜜我們有最高檔的就是做蜂燭 一吋高的蜂燭可以點上兩個鐘頭 這是供佛用的 這個反正沒有人這麼浪費 因為這個很貴 一台金賣好幾百塊 你說隨便跟那個蜜蜜拿來做不一樣 今年是目前來講起來是算很好的 一次一箱 我們那天有蹭了採了23箱 採了250斤 所以一箱超過10斤 一次採超過10斤 所以你只採兩回 這三回就可以採二成10斤 基隆土蜂蜜品質穩定 價格固定 全靠天后因素決定收成結果 趁著每一季節來 蜂農搶收 希望讓消費者吃到最新鮮的蜂蜜 記者黃燒民基隆報導